另外就有两只电力股的chartroom有人留言想问 2380和836哪个比较直播 如果你说直播纯粹在短期性来说 其实两者都是改善了的走势 因为慢慢都上了一些均线 如果你说短期因素上看 我觉得润电的直播可能大一点点 纯粹短线 因为从技术走势来说 其实这几天慢慢上升之后 也升穿大部分的均线 其实2380也是 但是如果用那个盆底来计算 其实润电慢慢打底也挺确实 如果你说短期拨这些位置 只要向下15元左右做一个指示 其实是OK的 上面就可能拨它打回到17.5元这些位附近 所以纯粹这个短期的策略 甚至乎可能刚才看到 譬如上一集看到 可能你炒染藍这些因素也好 虽然我就不建议 但是如果你论两者的机率来说 一定润电是大机会的 这个也是 所以可以这样看着那个 range 去做一些短期操作 但是为什么不断强调短期呢 因为中长期来说 如果这个东西就要多些个基本因素 不是说润电基本因素不好 我想两者基本因素其实都不是说差的 甚至前景都是炒着一些转型新能源等等的概念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想有少少对润电都是颇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当时讲 就是去年年尾今年年头都讲过 就是它适当的时候 会分拆它这个新能源出来的业务 其实反过来就是假设 虽然现在未成事 但是如果你长远真的有这个分拆 拆完出来之后 其实润电还有什么的吸引点呢 所以你看到那一刻公布完之后 其实反而股价是对得特别夸张的 起码中国电力这刻都没有这些方向 就是新能源的业务还在自己里面 这个我想都有这些多些的憧憬 所以如果暂时用基本因素去看 比较中线一点 就是中国电力会稍微好一些 或者是清晰一点 但是如果是短期操作 就可能润电的植物空间会大一点 明白